我国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被曝光 您猜大概是多少呢 对养老问题重视的朋友 您可以先给这条视频点个赞点个关注 万一哪天忘记我说的这些内容了 还可以回过头来找到这条视频 再好好的看一看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现在的人哪个不想早点退休 进入自己的养老生活呢 不仅不用工作 还可以出去游山玩水 舒舒服服的享受自己的养老生活 可是啊 真到了退休的时候 却会发现退休金没有多少 尤其是看到别人拿着高额的退休金 咱这心里就忍不住的心酸了 到底是上天不公还是自己的命苦呢 同样是辛辛苦苦工作了几十年 为什么咱们的老年生活 就不如别人的幸福快乐呢 下面咱们就来说一说 这退休金养老金到底是怎么分配的 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首先啊 第一个就是不同地区的退休金是有差异的 现在的人们普遍认为 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当地的老百姓肯定就会有更多的福利待遇 但是退休金这个问题 跟其他的地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 还是有一些出入的 比如说西藏的整体经济发展状况并不突出 但是他们的老人领取的养老金却高达4800块钱每个月 这比少数沿海地区的养老金水平还要高出很多 像其他地区也呈现出了有高有低的区别 比如说北京市的养老金平均是4200块钱每个月 但是湖北地区却只有2700块钱 在2020年的时候 国家就针对不同地区的地域情况都将养老金水平提高了 平均每个月的这个地区的老人啊 差不多能领到3300块钱左右 但不管是哪个地区 现在老年人的生活比过去那真的是好上太多了 这第二点啊 就是职业的差别会导致退休金有所不同 其实咱们可以看一看全国养老金的水平 就会发现部分地区的退休金已经超过4000块钱每个月 但是还有一部分地区的老人领取的养老金退休金呢 比这个数字低了很多 理论上来讲啊 我国的养老金体系只划分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这两个部分 其中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金额比较低 我们现在啊就可以忽略不计不再讨论范围内 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就比较高了 平均每个月可以达到3500块钱左右 这种城镇职工养老金其实两极分化也比较明显 差距比较大 比如说城镇职工养老金当中 某些企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平均一个月只有1000到2000块钱左右 那国企单位的工作人员养老金 有的则能够在4000块钱以上 更高的甚至达到七八千过万的也有 这些人大部分是年轻的时候都是铁饭碗的工作 也就是大家说的公务员 或者说是在一些比较好的企业里面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电力呀 烟草等这些好的行业 或者是法官检察官等比较高的职位 或者是好的工作岗位 像刚才那些人啊退休之后 都有着比较多的福利比较高的退休金 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 为什么挤破了脑袋 也想考上事业机关单位的原因之一了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 虽然说退休金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 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说 多少钱都能够活得自在 都能够活得幸福 他们并不完全以金钱的多少 来决定自己的晚年养老生活 想让自己的退休生活过得幸福 一定要牢牢把握住以下这四点 只要牢牢的握住了以下这四点 那即使咱们的退休金 养老金没有那么高 但是我们依然能够过得幸福快乐 依然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 这第一点啊就是要摆正心态 在生活当中 咱们千万不要为了一点琐事 去斤斤计较 也不要太固执 不要钻牛角尖惹得自己生气 老年人啊想要过好晚年之后的退休生活 首先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心态 那心理老化不仅会加速生理的衰老 还会让自己的生活缺乏乐趣 严重影响自己的健康长寿 我们应该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 这人生啊就好比是一个话剧舞台 尽管每一场剧目都有自己的主角和配角的差别 但是只要我们树立起积极的人生态度 任何人其实都是自己的主角 咱们每个人都要有一种理想追求和生活目标 哪怕是到老了年纪大了 咱们也不要停止自己的奋斗 这样才不会感觉到生活乏味没有意思 这第二点啊就是要经常锻炼身体 人到老年最怕的就是生病 一旦生病身体元气大伤 恢复起来特别的慢 保养好一个健康的身体 是退休生活的必备条件和基础 日常生活保持一个良好的作息习惯 多吃一些低糖量的水果和蔬菜 少吃一些油腻的食物 我身边啊就有一个特别真实的例子 我们春的张大爷今年已经70岁了 去年冬天的时候啊因为肚子疼 然后就被家人紧急的送到医院去检查和治疗 经过医生的诊断啊得了胃病 医生就说他这个胃病就是因为常年喝白酒 吃油腻含量高的食物导致的 经过治疗啊人总算是没什么大事 但是经过这次事可是没少花钱 一下子把老两口多年来攒下的退休间啊 给花的七七八八差不多了 甚至还让子女掏了一部分钱 有的子女呢还甚至背了一点外债 现在啊张大爷的孩子们 那整天是非常的焦虑 每一天都在想办法还亲戚的钱啊 所以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不仅是咱们自己也是整个家庭最大的财富了 不信您看看身边哪个身体瘫痪的老人 是天天开心的晚年幸福的呢 所以人到了晚年首先得有一个好身体 然后才能有一个好晚年 健康的身体是晚年幸福的基础 有了健康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一切嘛 这第三点啊就是要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发挥自己的价值 有一些退休老人那是不甘心每天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一旦退休之后啊 人本来习惯了那种匆匆忙忙的工作状态 神经长期处于紧绷的状态 猛的突然间一退休 什么工作都不用做了 每天啊就是闲在家里 会很不习惯过这种松散的生活状态 其实啊 像这些平时工作特别忙的中老年朋友退休之后 倒不如继续找份工作干干 一方面也是给咱们自己啊 赚一些养老钱贴补一下 另外一方面呢 也是能够让咱们自己保持住这个精神头 不至于越歇越颓废 像我们家隔壁的王大妈 他是05年退休的 那个时候啊 保姆行业可是刚需啊 刚刚兴盛起来 很多有钱人的家庭都会找保姆来照顾自己家里的老人啊孩子啊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行业不仅轻松 而且门槛很低 会做饭 会照顾人就行了 关键是啊 工资还挺高的 于是王大妈就积极的投身到了这个热门的保姆行业 每天是早晚各打扫两个小时 每个小时是20块钱的费用 这一天下来相当于就有了80块钱的收入 而且啊 每到过节的时候 费用还会翻倍 此外呢 家政公司还会给王大妈的优秀表现 多发一点奖金奖励她 这么多年过去了 王大妈退休之后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勤奋 又攒了一大笔的退休钱 现在人家是到处的游山玩水 不仅实现了自己的财富自由 还可以资助儿女 比如说她就给女儿买了一辆新车 可以说啊 这小日子过的是十分的幸福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 对王大妈的这种行为表示不理解不接受 认为现在很多退休之后的老年人就不应该在下折腾了 退休之后明明可以吃老本安享晚年了 偏偏却还要去打工去劳累 让自己去受那份罪又是何必呢 对于这种观点 屏幕前的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相信啊 我的粉丝当中有很多是具有正能量的朋友 应该不会认同这种观点的 在这里呢 我也想做一个小调查 如果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对的 那么请您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打上一个对字 如果您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那也请您在评论区打出不对这两个字 并且说出您的理由 在这里啊 我就先抛砖引玉一下 对于这个问题 其实我想说 如果咱们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还行 还不错 或者是退休金啊 不够过自己一个幸福的晚年生活的话 那么咱可以在身体状况 身体健康允许的情况下 再去发挥余热 工作几年 只要是咱们心中觉得自己还没有退休 那么对于咱们来说 就还没有退休 还可以继续工作 当然了 另外一种情况是 如果一个老年人刚刚退休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目标想去完成 咱也可以继续的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完成自己的爱好 趁着退休了有时间了 做一些自己年轻的时候想做的 但是一直没有时间去完成的梦想 比如说有的老人就想去全国各地旅游 到处去走走看看 圆一圆自己年轻时候的旅游梦 您说对吗 这第四点啊 就是培养一下自己感兴趣的爱好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可见兴趣爱好是非常重要的 退休之后啊 咱可以学习啊 兴趣爱好也非常多 比如说这个书画啊 下棋啊 太极等等 平时咱们可以和一些兴趣相投的朋友们一起聊聊天 聚个会 其实啊 生活当中拥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很容易能够让原本陌生的老年朋友 在很短的时间内拥有属于自己的朋友圈 大家可以在一起扩谈家常 谈谈曾经的梦想 有说不完的话题 聊不完的天 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爱好 更能够享受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一个良好的兴趣对老年来讲 不仅能够丰富自己的晚年生活 还能够激发自己 对于一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 能够调动自己的大脑积极的工作 让大脑不要懒惰 避免老年痴呆的发生 视频看到这里啊 相信屏幕前的大家也能够明白了 只要牢牢的掌握住这四点 对于大部分的中老年来说 都能够度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晚年时光 退休间啊 其实只是能够保障中老年朋友的物质生活 幸福与否 不管咱们有多少养老金 想要健康长寿 还是得靠自身的努力和锻炼 所以人到了晚年 想要幸福舒心的活到老 就要不断的去丰富自己的生活 调整好一个良好的心态 退休金不够多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咱们可以用自身的价值去创造 去改变 只要思想不滑坡 方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咱们不懒惰 那么美好的晚年生活 就一定能够靠咱们自己的双手争取来 充满正能量的各位粉丝们 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 本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最后啊 还是请您帮我点个赞 给我一个强烈推荐 您的支持是我创作的动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